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出访 访沙鲁地阿拉伯 那么这一次呢 当然这个中阿的峰会绝对是看点 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已经表示 是应沙国邀请 习近平是在12月7号到10号 到沙国去访问 出席的有第一届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以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当然还有对于沙国的国事访问 先来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这一次的访问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 第一个这个是中国领导人 在疫情之后最重要的出国访问的事务 因为以前其他中亚嘛 因为中亚本来跟中国的关系就很特殊 跟美国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 但是访问沙鲁地阿拉伯又不太一样 因为沙鲁地阿拉伯过去跟美国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 那跟中国的关系没有那么样的接近 现在习近平访问 就会有几个特殊的现象就出来了 第一个到底中国以后跟沙鲁地阿拉伯要合作密切到什么程度 是美国关心欧洲关心全世界都关心 因为其中涉及到石油 现在中国已经是沙鲁地阿拉伯的第一大客户 以前第一大客户在1970年代是美国 现在是中国 第二个沙鲁地阿拉伯把中国当作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基建工程的供应商 而且还几乎把它当作一个武器供应商的备胎 那不是都冲着美国来了吗 就举个例子 沙鲁地阿拉伯我前一段时间盖了一条高速铁路 然后表面上是西班牙的财团得标 这西班牙财团结果发现说 我的老天爷 我们欧洲没有人有经验可以在沙漠里面盖出高铁 所以一直都不顺 所以只好找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什么样的地形没做过 什么沙漠 高山 高原 什么都干过了 所以一来马上就解决了 那沙鲁地阿拉伯就 老天爷我要找你才对啊 所以他们要搞什么未来之城搞什么东西 通通要找中国大陆 所以两方面的合作很重要 再加上沙鲁地阿拉伯又要搞什么世界足球杯 他看到卡达你都找中国做 那我只能找中国做 因为没有人能够供应 所以因此沙鲁地阿拉伯要跟中国买很多东西 就用这种东西买的 是 买很多东西要付钱给中国 然后中国要买石油 要付钱给沙鲁地阿拉伯 那我们还要拿美金换来换去吗 那干脆 哎呀很简单嘛 我石油卖给你的时候 你付我人民币 那我拿人民币 给你买基建工程 买世界杯的各种场馆的费用 那用人民币就好了 中间的插价就不用被美国赚走了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沙特 那这一次到底能带回来哪一些具体的成果呢 之前就有看到报导指出应该会签几十项的合作投资协议等等 不过亮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这次其实阿拉伯相关的媒体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比方说我看到这个阿拉伯新闻 Arab News 那么里面呢就有这样子大篇幅的专闻报导 像他这个标题怎么下呢 就是以中国的习近平如何体现一个新的多极世界 那么这个除了有这样的一篇 这个篇幅占的蛮大的 特别还有针对习近平他的这个领导 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分析 不过另外也有这个沙特官方通讯社 SPA 那么呢他们也有报导指出什么呢 让法广也来引用了 说这次双边峰会期间会签价值292.6亿美元的初步协议 哦快300亿咯那么纽约时报其实也非常的关注 就指出说这个中国大陆企业在沙国深耕 还要打造大型的项目像有基础建设 还有5G还有研发军用无人机等等 也透露他们甚至还会签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 两哥 这个逐步协议应该没有包括那个25年的长约了 这个大概是包括20项各式各样的经贸协议 目前大概有一些新闻出来了 那我觉得 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到不是他跟沙特 因为沙特这个新闻早就出来了 那大家会比较重视就是 他的本币互换会到哪个额度 是部分 他不会直接写在原油采购协议里面 他会另外签一个本币互换协议 那那个钱本来就可以用在任何地方 那我是比较好奇是那个额度大到什么程度 因为中美大陆跟新加坡 很早就签了本币互换协议 那他是逐次增加金额的 那我就想知道他跟沙特阿拉伯 第一次的经约会到达什么程度 这样 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应该是 那个中阿峰会 因为他会把 据我了解北非有国家也要过来 对 大概有二十几个国家吧 十四个 十四个 十四个是 OK 这十四个国家大概会以什么形式 来表达他们中国的对中东的战略观点 往映以前就公开过了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整体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是什么样的看法 尤其他们认为是一个新的多级的世界 那整体阿拉伯世界人口大概四点二亿 这个群体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 因为他手上拥有能源 而且他手上拥有极大的金融资产 那这个一定会建设到他对未来 他手上的这些金融资产的多边的布局 因为过去你只看到美元跟欧元 而且我坦白说 他们以前之间的布局都是 直接进去买美国的主流股票 所以美国有很多主流的股票 可能高达五个percent 就是他们持有的 大股东 他们是大股东 很多都是花旗银行也是 就他有主权基金 有投资局 然后还有黄氏的资产 那在面对美国对俄罗斯 就可以轻率的用金融抵制 甚至把人家冻结资产 我觉得给他们很大的shock 就是他的美元资产是不是要做 避险或者是多方的配置 我认为这个影响会非常大 那这个蔡委员比我了解金融 不过就是海外金融会因为这样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员的布局 因为中国现在明显是作为最大买家 那这两个金融加上人员的合作 就会撞出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期货上的合作 那甚至包括这个中东有一些企业 可能会去香港做第三上市 我认为这个会影响蛮大的 这个恐怕未来十年 就会进入一个美国完全没有预期的 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呢 这个中国大陆 藉由在这一次领导人习近平的出访 那么可以深化跟中东国家们的合作关系 因为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沙烏地阿拉伯而已 那么在这一次还有很多海湾国家共同与会 所以这当然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 不过呢请教一下严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在谈 那现在当然我们关注许多的投资 可是呢美国方面要怎么样去应对 那现在其实你说沙国 我们知道之前有个异议派的记者 哈绍吉的这个谋杀案 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联邦法官 将这个起诉撤销 撤销沙国王储民事诉讼 那这是不是根本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判决呢 他想要释出 是想要释出一个对于沙烏地阿拉伯的善意吗 毕竟拜登在7月份访问的时候 那后来我们都知道那个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那现在中国大陆要去 所以美国赶快出手是这样吗 我觉得也不是啊 就是美国毕竟三权分立啊 他们这个法院会有独立的判决 就是基本上可能对国外的一些元首或重要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来罗之以罪的啊 所以这是比较难的 就是外交上面有这样的这个传这个 就是基本上面的一个规定嘛 也不能说规定就是大家谅解啊 你不应该去的 那只能怪美国政府一开头的时候 讲得好像很强烈 要怎么样好像要 等于是让他要负起责任什么等等啊 负起责任其实可以啊 你就是制裁他就好了嘛 你根本去想那些其他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要什么带他来受审啊 这种这一类的话我觉得就不用讲 但我看这一次啊 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峰会啊 就让我想到马上下个礼拜啊 就是美国要跟非洲的国家 也要搞第二次的峰会 那美国的峰会里头啊 就有五六个五个国家 因为军事政变 他说你不能来参加 就制裁对方 那你就看到譬如说 中东地区有多少阿拉伯国家 跟美国其实是不友善的 所以美国永远没办法搞一个阿拉伯国家 跟美国的峰会 但中国就是我根本不管你们的这个状况 你们彼此之间有什么矛盾 但我召开我都可以邀请你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未来美国要怎么样跟刚才提到 说怎么样回应中国的挑战 对 你很难因为你长期以来 你坚持的一些原则 你得罪了一些 当然还好这就是阿拉伯国家 包括伊朗这没有问题 但是还有叙利亚 还有其他的国家 那你到底要不要把他们算进去 包括一些像北非的国家 可能你认为像利比亚 你不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现在面临 他跟中国大陆在搞这些区域的峰会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他其实在中美洲 就美洲团结组织里头 他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你去制裁一部分的国家的时候 有些国家搞不好说那我们都不晚了 这个就是美国跟欧洲面临到中国挑战的时候 比较有点束手无策的地方 好不过我们说美国司法部 其实今年11月在发给法院的正式声明当中 有表示沙国的王储是享有外国领袖的豁免权的 那么贝兹也有表示 就是美国的这个联邦法官也有表示 说他无权否决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好不过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蔡委员 我们看他们现在在科技方面 那么在非常的努力 那我想知道的是说 是不是其实在这个南海的部分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区域 因为毕竟你知道 澳洲的学者有讲2023年美中可能开战 但是说引爆点不是台湾是哪里 他说是南海 好那南海呢说到南海 那我们看国际的第一套深海光谱探测系统 是可以帮助中国大陆开发南海金属资源的 所以中国大陆在科技上面又在传捷报了 说这是全球第一个 这是在南海冷泉区域构建的一个深海原味光谱实验 那么未来是不是可能可以运用在 比方说不仅是商业或甚至是在军事方面 深海热权 我先跟大家说明什么叫深海热权 就是海底底下农产是海底板块 那海底板块不用陆地板块啊 那密度还要高 但是海底板块啊会有一些板块跟板块之间的裂缝 有点像我们陆地上所的断层那种现象 这种内缝里面啊会有一个地下 因为海水会转进去 经由地下的那种沿浆加热以后 喷出来的一个叫做深海热权啊 这种深海热权啊会跟这个地面上的海水里面的物质啊 会产生大量的有机物质 那以前的人总认为人类 世界上地球上生命来自哪里 有人来自陨石 因为陨石里面我们发现有机物质 后来这个理论被推翻 原因是什么 生命的有机物质量太大了 光从太空来的陨石量太少 不足以制造出那么多的生命 因为有机物质才能产生生命 后来科学家发现 全地球上制造最多的有机物质 就在深海热权 因为冷热交叉的话 很多物质结合就产生有机分子 那这有机分子呢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一个生命研究的一个科学的基础 也是各种结晶化以后的这种矿物质的一个研究的基础 那南海这个地方啊 从来没有人部署过这种所谓的原味光谱实验室 那个英文叫做Ramen Insertion Ramen是什么 是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印度人的名字 他发明了这个拉曼光谱 所以拉曼光谱仪就是说 他很容易去探测结晶以后的各种结晶体啊 或者是各种分子的一种辨别 这个什么 这个很容易被辨别出来 对对对 那在南海那个地方是几千公尺深 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已经有能力在这里部署这种实验室 这是一个科学上蛮大的成就 因为以前大概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 因为美国在太平洋有大西洋有部署过这个东西 但是中国用这个方式来部署都要表示说 他们想要了解到的 到底在南海的这个地质结构 它的产生的深海热泉里面的物质有什么 还有甚至可以很精准的去探测到 各种包括石油物质在内 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开发的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如果未来有重大的发现的话 那无疑是中国在地质科学 地球科学上重大的突破 上至太空 下至这个深海 深海都很大的成就 是啊 不过亮哥 那你看现在这个讲到了这南海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越南这个国家了 越南现在难道真的要改变 他的武器贸易的方式吗 他不跟中国大陆买武器吗 那然后改向韩国去添购吗 越南其实有办一个活动叫国际国防展 就在12月8号到10号之间 结果呢 美国 印度 中国都没有代表团 可是至少美国 印度 他们有放展品展出 但是中国没有 那越南有邀请各个伙伴 有的国家没有回复 我没有买过中国的武器 是 所以不会考虑吗 中国大陆现在 从来不考虑 从来不考虑 因为他跟他是敌对的 所以到现在 从来没有买过 他都是买俄罗斯的 是 那现在呢 现在是不是真的 也不去跟俄罗斯买了 不可能 还是会继续跟俄罗斯采用 他大部分都是俄罗斯的 但是现在会不会看到说 俄罗斯现在目前跟俄乌战之后 是不是他的这个国防工业制造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 他的情况跟印度 印尼有点像 就历史上都是俄罗斯的武器 这不可能改变的 你维修怎么办 而且各种武器之间的搭配 也都是用二规 这个不可能一系改变的 这要改变连十年都不可能改变的 不可能 那现在会不会跟韩国要深化合作 包括这个你看越南国家主席 跟南韩的国会议长 同意要加强他们国防产业的合作 还有技术转移了 所以开始 这个要开始什么项目 因为韩国也没有那么好 真的要 你说战斗机 他选韩国的买什么呢 我认为还是距离很远 韩国最近是有卖了一些军火 没有错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德国自己出了问题 就波兰的坦克 因为德国自己 这边犹豫嘛 就说怕波兰把这个坦克车交给乌克兰 那他就跟俄罗斯就杠起来了 结果那个被韩国抢到那个单子 就波兰的坦克了 韩国大概能够卖的武器 我认为海空军还是很有限 还是很有限 那导弹的话也不是很强 所以我认为他能够合作的应该是 最多大概是中高阶的啦 中高阶的合作 蔡委员是不是也可以补充一下你的看法 武器市场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 刚才亮哥讲对 武器你不是说 哎呀我单一的 这个买一个海马师后的单一 他要很多的系统来整合 才有办法做出一个 武器市场上或者战争上的一个优势 所以通常比如说我们 不要讲说我们台湾的武器系统都是美规的 我们台湾观光华航要去买这个空中巴士 要转成破音的时候 哇那个维修那个麻烦的事情就很多了 何况是武器 所以啊 因为飞机可以单独飞呀 武器是要一起打的啊 所以这武器跟武器的连结 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是觉得要一下子要把从俄罗斯转到美国 转到中国困难度都很高 好不亮哥 匈牙利在12月6号否决了欧盟 向乌克兰提供180亿欧元贷款的这项决议 这项提议 你看他否决了 都是因为匈牙利 所以就没过关 那立陶宛甚至还怒批 说这实在是太不道德了 因为立陶宛说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支持乌克兰啊 可是匈牙利就是投下了反对票 那又如何呢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很需要这个钱不是吗 可是我也在想 这是贷款啊 对啊 那已经不愿意再提供180亿欧元贷款了 所以呢 我认为匈牙利是故意的啦 因为欧盟要惩罚他嘛 所以双方在角力啦 欧盟不是说 他就是常常都在投反对票啊 而且他跟俄罗斯还是有交易嘛 然后那个时候在卖武器的时候 他就不让他进入他的境内 所以欧盟本来就对他非常感冒了啦 所以我认为是在角力啦 所以这个事情当然对于现在欧盟 我认为是暂时的啦 所以最后还是会过关吗 要不就看你要不要取消对匈牙利的制裁啊 因为欧盟要对匈牙利制裁啊 是 那双方就要来谈啊 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筹码 当作是一个条件就是了 不然他没有什么筹码啊 好 可是另外一边呢 现在乌克兰不是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发动攻击吗 而且是用无人机 那么现在美国是说 美国并不鼓励乌克兰深入俄国的境内去发动攻击 好 这个普莱斯这位发言人是这样说 不鼓励 不鼓励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他反不反对啊 这件事蛮诡异的啦 因为他飞到了俄国境内600公里 然后俄罗斯都没有发现 所以我怀疑啊 我怀疑有乌克兰的特种部队也混进去了 所以做了一些干扰动作 不然怎么可能600公里都没有发现 而且还炸了俄罗斯的机场 伤到了部分蛮尖端的战机 比如说图报什么代号啦 然后还炸死了三个人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既然就发生了 所以俄罗斯当然事后又做了那个发电设施 又去炸了一番 可是我实在是很难想像 乌克兰可以进入俄罗斯600公里 然后还成功啊 无人机啦 虽然是无人机啦 那俄罗斯的这个 逐入无人之境就成功的 而且那个无人机很大 所以才能够带那么多炸弹啊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谢谢大家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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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ons